在台博物馆守护精灵 火宝 如云 君彤彤带来的月音与舞蹈野处中 福化部 教育部 护工以及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 台湾博物馆维家基金会13号联媒召开记者会宣布 串联全台超过50间博物馆 地方部华馆 启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庆祝活动 科技其实把博物馆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 传递博物馆具有包含永续发展 数位创新及社群教育 三种翻转世界的力量 配合主题 福化部特别洗手多家博物馆推出 博物馆与科技和台湾国宝两支影片 带领大家探究博物馆如何运用科技 结合典藏 管理 研究与教育工作 透过影片 观众还能一规如史前馆的人寿型育绝 黄涂水的水牛群像 林玉山的莲池等 从史前到当代难得一件的国宝文物 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 他一直认为博物馆的力量被低估了 在他看来 博物馆具有知识 历史与文化的力量 且透过新的数位创新方法 更能展现博物馆的力量 可能大家社会当中对于博物馆 还是觉得有点点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亲近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博物馆 大家要去讨论加强行销 然后加强这个所谓民众对博物馆的认识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 这里面的典藏的这些是透过新的方法 有趣的方法 科技的方法 让大家更容易接近 所以它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来发挥出来 这个就叫博物馆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真的是足以翻转整个世界 2 1 请动 国博部表示 为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 全台博物馆与地方文化馆 当天都会开放免费入馆或提供门票优惠 并在脸书上推出出出奖奖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参与 走进多元又精彩的博物馆世界 中国面台记者洋人想象周轮 在本书上播放